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巅峰时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星光灿烂,泰勒斯22青春派对 2.嘻哈新篇,肯德里克,拉玛尔,Humbo饶蛇霸气 3.情歌佳话,爱德,西兰,Perfect浪漫告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星光灿烂,泰勒斯22青春派对 各位亲爱的学生,泰勒斯迷们,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堂课的好奇者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首让人无法抗拒的青春赞歌,泰勒斯的22 这首歌不仅是一个年龄的象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的背景 22是泰勒斯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Red中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洗脑的歌词,以及泰勒斯对于青春无悔的描绘 迅速成为了全球年轻人的心头好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首歌的内涵 22,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年轻的歌曲 它更是一首关于自我发现,友谊和自由的颂歌 泰勒斯在歌词中唱道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哦哦,哦啊,这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派对的场景 更是在说明年轻人如何通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失落和挫折 而且,这首歌还巧妙地捕捉了22岁这个年龄的矛盾性 既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和焦虑,又拥有助对当下的热爱和享受 泰勒斯唱道 We a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这句歌词就像是对青春期新进的精准描绘 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当然,除了深刻的内涵 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它成为了22岁生日派对的必备曲目 每当有人步入22岁 社交媒体上就会充斥住22的旋律和各种派对照片 这首歌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 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青春的标志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泰勒斯本人就是一个极佳的青春代言人 从乡村小天后到流行音乐巨星 她的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 对自我认同的探索和对梦想的追求 22,就像是她给所有年轻人的一封信 告诉我们要勇敢地爱自己 享受生活 即使偶尔会迷失方向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无论你现在是22岁 还是22岁的心境 都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首歌吧 毕竟,正如泰勒斯所唱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we just keep dancing Like we're 22, oh 这不仅仅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更是一种永恒的青春精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嘻哈新片 肯德里克 拉玛尔 Humble饶舌霸气 各位同学 嘻哈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闯入古典音乐课堂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首 在21世纪的嘻哈音乐界中 犹如一颗闪耀的星辰 让人无法忽视的作品 肯德里克 拉玛尔 Kendrick Lamar The Humble 首先 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 肯德里克 拉玛尔 这位来自加州康普顿的饶舌歌手 不仅以其犀利的歌词和多编的流派著称 更是当代嘻哈音乐的重要代表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音乐 更是社会评论和诗歌的结合 Humble 这首歌收录于他的第四章录音式专辑 Damn 在2017年发行时 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震撼了整个音乐界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首歌的霸气 Humble 一开始就以一个强烈的钢琴节奏引入 接着是肯德里克那充满力量的声音 他在歌词中呼吁听众保持谦虚 但同时 他也在展示自己的成就和地位 这种看似矛盾的讯息 其实是肯德里克对于嘻哈文化中自我吹嘘 Bragadocio 传统的一种反思和挑战 肯德里克在Humble中不仅仅是在说教 他还巧妙地使用了葛仲修辞手法 比如反复 对比和隐喻 来强化他的信息 例如 他在歌词中提到 I'm so fucking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fro on Richard Pryor 这里他批评了社会对于美帝不切实际的期待 并呼吁回归自然和真实 而且这首歌的因乐录影带 MV也是一部艺术品 它以其视觉效果和像旨意亦丰富的画面 让人印象深刻 从肯德里克头戴教宗冠冕的画面 到他在一群头发着火的人群中冷静地行走 每一幕都充满了隐喻和社会评论 总之 肯德里克 拉玛尔的Humble 不仅仅是一首让人耳目一新的嘻哈歌曲 它更是一个文化现象 一个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反思 这首歌和他的MV展示了 肯德里克不仅在音乐上的才华 更在视觉艺术和文化批评上 有助深远的影响力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听到 Humble的节奏在耳边响起时 不妨想想肯德里克 是如何巧妙地将嘻哈音乐与诗歌 社会评论 和视觉艺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 这是一堂课 一堂关于如何在保持谦虚的同时 也能霸气地表达自己的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歌佳话 爱德 西兰 Perfect浪漫告白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首 在21世纪的情歌界中 可以说是浪漫到 让人牙齿都要融化的歌曲 爱德西兰 Ed Sheeran The Perfect 这首歌 它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是一封情书 是一个承诺 是一个拥抱 更是一个浪漫告白的典范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红发小哥 艾德西兰 他的外表 可能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 就会让你尖叫的偶像派 但他的歌声和吉他 哦 那可是能够直接穿透 你的心房 Perfect 这首歌 它的旋律简单而又动人 歌词直接而又真挚 它就像是一杯老酒 乐品越有味道 艾德在这首歌中唱到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宝贝 我们在黑暗中共舞 你在我怀里 赤脚站在草地上 听着我们喜爱的歌曲 这种画面 这种情感 简直就是浪漫的代名词 你可以想象 在一个温暖的夜晚 两个人在星空下 没有华丽的灯光和音响 只有彼此和心爱的旋律 这不就是爱情中最真实 最纯粹的时刻吗 而且 艾德西兰还在歌曲中承诺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这次 我不会放弃你 这种承诺的力量 让人不禁想起了 古代骑士 对她的公主所 宣誓的忠诚 在这个快节奏 充满变数的现代社会里 这样的承诺 显得尤为珍贵和动人 当然 这首歌也成了 无数婚礼上的首选曲目 想象一下 当新郎和新娘 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 缓缓起舞 I'll perfect 就在这样的时刻中 缓缓流淌 这画面 嘿 我敢打赌 就连在场最硬汉的伴郎 都要偷偷擦眼泪 总之 爱德西兰的 Perfect 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是一个时代的浪漫符号 是爱情的一个美好见证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这个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爱情依然能够是完美的 只要我们愿意 相信并为之努力 所以 同学们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 Perfect 不要灰心 也许下一首歌 下一个转角 你的完美爱情 故事就会开始 最后 我想问问问你们 你们对于这些歌曲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也认为 这些歌曲 在表达特定情感和思想上 做得很好呢 又或者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歌曲 也能够在这方面 给你们带来共鸣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在我们结束这堂课之前 我想再次强调 这些歌曲的重要性 这些歌曲 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思想的表达 他们通过音乐和歌词 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表达自己 也让我们与他人 建立更深层次的连结 所以 无论你是喜欢流行音乐 嘻哈 还是情歌 都让我们一起享受 这些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思考 因为音乐 总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 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 谢谢大家 收看这期的课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期待下次再与大家见面 记得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下次再一起讨论 保持好奇心 保持开放的心态 我们下次线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